这几年,美国在面对中国时,不断变换新花样,制造新名词,脱钩行不通,就转而提取风险。竞争、对抗、合作这一老的对华策略三分法行不通,就提出了结盟、投资、竞争这一新的三分法。在各方担心美国不断遏制、打压和挑衅中国,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失控后。 美国又提出,一方面要跟中国强有力的竞争,另一方面又提出要负责任的管理中美关系。美国为什么要吃饱了没事干,天天炮制一堆新名词。根本原因有两个。第一,美国说到底还是对自身霸权可能衰落。中国将取代美国,成为全球第一强国的前景充满了疑惧和惊恐。 所以,美国会反复尝试,用各种方法为自身霸权续命,并尽可能阻止中国上位。第二,美国不断变换有关中美关系的提法。 其实就是美国在遏制和打压中国方面。一招不行,再换一招。每一种新提法,既代表美国就有的遏制和打压中国策略的失败。 也意味着美国在遏制和打压中国方面,又在酝酿新的坏水。美国在中美关系方面抛出的最新表述。 强有力的竞争和负责任的管理中美关系。说到底还是新瓶装旧旧,楼无心意。 美国口口声声说要与中国进行竞争。但这根本就是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谎言。什么叫竞争?比如奥运会白米跑比赛。运动员经过长期,专业和刻苦的训练。 最后发令枪响,大家各自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。拼尽全力,去争取最好的成绩。 谁在遵守比赛规则的前提下?成绩最好,谁就赢得比赛,这叫竞争。竞争的基本含义是什么? 第一,大家需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。第二,比赛输赢靠实力,靠状态。谁成绩最好谁赢得比赛。 第三,以每个运动员跑出自己的最好成绩为目标。不以阻止,破坏其他运动员取得好成绩为目标。 那我们再看看美国对中国所做的一切。那算什么竞争? 比如华为很优秀。美国想的不是鼓励本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,通过创新来超越华为,而是直接对华为断供。 用严重违背市场经济原则、法治原则的方式,想把华为搞死。 今天,美国在面对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科技实力,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力时, 美国想的不是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好,而是使出各种下三滥手段,要破坏中国的发展。 美国这种不讲道理,不遵守规则的做法,全世界都看在眼里。 这是美国在中美博弈中失道寡注的根本原因。 我们再说说美国在中美关系中,抛出的另外一个新说法,要负责任的管理中美关系。 怎么才叫负责任的管理中美关系? 还是用奥运会比赛为例? 美国只管自己平时好好训练,在赛场上遵守游戏规则,跑出最好的成绩。 美国根本不需要去费尽心思管理,与其他运动员之间的关系。 相反,如果美国心思都不用在正道上,想的都是要对其他运动员下黑手,使绊子。 美国所谓要负责任的管理中美关系,不过是希望中国在美国遏制打压和挑衅的时候。 中国不要反击,不要掀桌子。不要用同样的手段搞死美国。这完全是痴心妄想。 不管美国在面对中国是如何一计不成,再生一计。 我对中美博弈的前景判断,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。 美国一定会在这场博弈中输掉。 美国霸权衰落的根本原因,还是在于美国自己内部出了问题。 今天美国经济空心化严重,制造业能力急剧衰落。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说,美国两年前,在南海撞山的康涅狄格号攻击性核潜艇,到现在还躺在美国船务里。 迟迟无法完成修理,这就很说明问题。 美国制造业急剧衰落后,连最关键的军工制造和维修能力,都已经快不行了。 除了经济问题,美国政治制度日益僵化。 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勾结。 整个国家存在一种弥漫性、体制性的合法腐败局面。 美国医药、医保行业,成了美国经济、社会和老百姓身上的吸血虫。 严重掏空了美国的社会财富。 美国在付出高昂医药、医保开支的情况下。 美国人均寿命,跟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相差无几。 这充分说明美国的医药、医保体系及其腐败低效。 此外美国军工综合体,已经成了泼水难进的自循环体系。 在阿富汗战争中,美军采购一个咖啡杯要几千美元。 这种深入骨髓的铁质性腐败已经击中难返。 在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。 美国社会必然乱象丛生。 今天美国社会急化严重,身份政治大行其道。 民粹主义不断抬头,文化战争此起彼伏。 严重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内部团结。 今天的美国,其实非常像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府。 表面上看风风光光,极其奢华。 但是内里已经千疮百孔。 正所谓,金玉其外,败蓄其中。 有人说,今天美国的经济很不错。 实际上,这都是过去几年美国政府不断撒钱的结果。 拜登上台才两年多,就投入了两三万亿美元的各种经济刺激计划。 但是美国政府完全是在银吃卯粮。 过去十几年,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。 从不到十万美元,迅速飙升到超过三十二万美元。 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应该有的表现。 反倒像是一个摇摇欲坠的贾府。 通过疯狂举债,来维持一种虚假繁荣的表现。 就连美国人自己都很清楚,美帝国的前景很不妙。 保守估计,到2029年,美国政府用于偿债的支出就会超过国防开支。 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大国。 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,前景都很不妙。 美国担心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这是一个衰落中的帝国很常见的心理反应。 但美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,恰恰因为美国无力解决。 自身内部存在的各种制度性、根本性问题。 美国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。 中国再次走向复兴,有其内在的逻辑。 中国再次强盛起来。 根本原因不在于中国想取代美国,成为全球第一强国。 而是十四亿多中国人要追求过上更好的生活。 至于说美国霸权衰落,中国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。 这完全是副产品,是附带产生的结果。 面对中国,美国一直处在一个两难境地。 在美国无法解决其内部问题的前提下。 美国面对中国不断发展的局面。 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,美国被中国超越。 美国自身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,是必然的。 无非这将是一个缓慢、温和和长期过程而已。 美国面对中国不断发展的局面。 如果像目前这样,对中国进行遏制、打压和挑衅。 这反而会加速美国的衰落。 因为美国在面对中国时越是瞎折腾,越是会让美国误入歧途。 越是会让美国难以正视并解决自身内部问题。 更重要的是,美国对中国的遏制、打压和挑衅,必然引发乃至强化中国的反霸权斗争。 这最终会让美国霸权的衰落来得更快更猛烈。 美国幻想通过打压和遏制中国,来摆脱自身霸权衰落的宿命。 但在这个过程中,美国种种倒行逆势之举,反而会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。 在逃避命运的路上,总是与命运不期而遇。 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的美国,实在是在恰当不过了。 美国建国247年,中国是美国从来没有遇到的一种对手。 中美两国处在各自发展的不同阶段。 今天的美国,无疑处在帝国衰落的阶段。 而中国则处在走向更加强大、繁荣的阶段。 不同的国运,相互遭遇,美国实在是无解。 中美之间谈谈打打,打打谈谈,是必然的。 最让美国绝望的可能是,面对中国。 美国想谈,但谈不拢。 美国想打,但不敢打,也打不赢。 所以我才说,中国是美国的破壁者。 这些论断在接下来几年时间里,自然会见分晓。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